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癌細胞 我們知道說細胞的分裂有一個叫細胞周期 這細胞周期必須很精確的來控制 才會確保這個細胞能夠把一群物質 能夠均勻的分給每個新的細胞 那癌細胞它就是細胞周期已經失控了 控制細胞周期其實有很精密 有很多蛋白質控制它每個過程 那這過程任何一個地方出錯了 就完蛋了 癌細胞就出現了 那所謂的癌細胞就是不受到控制的一個生長 那不受到控制的生長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是所謂的良性的 一種是惡性的 所謂的良性就是說它細胞不正常的分裂 可是分裂之後這個細胞還保有它原來的功能 保有它原來的正常的功能 它還可以發揮它的原來的功能 因為不會影響到你正常的功能的運作 那癌細胞 惡性的就變成是說它細胞不正常的分裂 可是它分裂出來的細胞它是沒有功能的 沒有功能的 你站住人家的位置 那你搶走很多很多養分 但是你卻沒辦法發揮你正常的功能 所以這個就是惡性的 就是癌細胞 就是癌細胞 所以良性跟惡性的差異就是 它的一個功能 它能不能發揮它原來的一個功能 發揮它原來的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癌細胞 你應該想今天呢 比如說在你的皮膚 不要說你的 就是說在有這個人的皮膚上面呢 那長滿了很多很多的皮膚細胞 很多很多皮膚細胞 那血液呢 就帶這個養分來給這些細胞供應 所以大家生活非常快樂 都有足夠的血液可以吃 然後細胞化為它的功能 那可是呢 現在開始出現一個癌細胞了 有一個細胞可能是 照射到陽光 或是有化學物質導致它突變了 變成癌細胞了 那癌細胞它就不受控制了 不受控制呢 它就不管別人 我就一直長一直長一直長 正常細胞它不會分裂了 可是癌細胞呢 它就開始進入它的一個細胞周期 不斷的長不斷的長 那長成一大堆細胞 那現在就第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本來啊 這個血液送過來 比如說這裡有一千個細胞 大家足夠 送來的血液足夠 一千個細胞可以 可以吃得飽 可以維持正常的功能 那現在癌細胞呢 不斷分裂 這裡變成一萬個細胞了 變成一萬個細胞 你原來送過來的血液 夠不夠一萬個人用 它不夠 它本來只有設定 你有一千個人 你現在變成一萬個人 不夠用怎麼辦 大家要一起通通餓死嗎 不會了 癌細胞非常惡劣 癌細胞呢 它現在就知道說 哇糟糕 不只它們餓 連我自己不斷分裂 我也餓了 怎麼辦 它開始啊 騙我們的血管 它開始放出一些訊號 騙我們的血管呢 長出新的血管 送更多的血液過來 送更多的血液過來 所以 還是為了吃 等一下這個影片啊 注意看 這個影片啊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思議的影片 這個是血管 然後呢 這個是啊 這個比較清楚 這個癌細胞 開始不斷的分裂 不斷的分裂 所以這個細胞 越來越多 不夠吃了 不過吃怎麼辦呢 癌細胞就釋放出一些因子 釋放出一些啊 這個蛋白質訊號的分子 那蛋白質訊號的分子啊 就會作用在血管上面 事實上叫VGF啦 好 那 癌細胞 快點快點快點 作用在血管壁 然後呢 騙血管 血管呢 就朝它長出新的血管 這叫血管新生作用 朝這個地方長出新的血管 送來更多的血液 送來更多的血液 你看 以平面來看 這個癌細胞越來越大團 越來越長越多 越來越長越多 那血管呢 旁邊的血管啊 被它騙了 它送出一個訊號 來跟血管求救 血管呢 就長出很多新的血管過來 然後呢 送足夠的一個血液啊 氧氣養分呢 來給這些癌細胞 這個癌細胞齁 這個是所謂的 血管新生作用 癌細胞啊 會誘發血管 產生這個血管新生的作用 那 嗯 好 它是一個血管新生 我在這裡停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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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血管新生作用啊 它可以送 氧氣養分過來給癌細胞 但是呢 這些血管啊 是急救章製造的 為什麼呢 它是受到癌細胞的欺騙 然後它長過來 這些血管啊 它本身呢 它並不像正常的血管 那麼的 那麼 管壁啊 那麼的完整 它是比較不完整 因為它是急救章長過來的 所以 這些血管的管壁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縫 細胞管壁啊 這個細胞呢 有很多很多的縫隙 很多很多的縫隙 它可以送血液過來 它是本身有一些縫隙 癌細胞啊 就可以透過這個縫隙 你送癌分過來 欸 你有好多 你的這個血管呢 縫隙比較大 癌細胞就鑽進去了 鑽進去了 鑽進去之後怎麼辦 鑽進去呢 接下來就沿著血液啊 離開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是所謂的轉移 這是所謂的轉移齁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會有照片 足以來介紹啊 這個過程 它 隨著血液呢 就跑到其他地方去 在其他地方又鑽出來了 鑽出來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長 這是所謂的轉移啦 所謂的轉移齁 好 那我們剛剛所講的 接下來用這個照片來看齁 癌細胞 不斷的增加 細胞數量不斷的增加 餓了 大家肚子餓了怎麼辦 晃出訊號 來騙啊 這個血管 長出新的血管 朝著它長出新的血管 長出很多很多的血管 這個新的血管是 我們說是急救張的血管 這個血管它本身呢 結構不完整 結構不完整 它含有比較高的滲漏性 滲漏性也就是說 這個管壁啊 是因為它急著升過來 長過來 所以管壁跟管壁之間啊 這個縫隙是比較大的 是比較大的齁 那這個呢 就提供了癌細胞 轉移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路 它可以沿著這個縫隙啊 進到血管 然後就跑 跑到其他地方去 跑到其他地方去 那 癌症的病人喔 常常有人會說 這個鯊魚軟骨 買鯊魚軟骨來吃健康食品 鯊魚軟骨來吃 可以抗癌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啊 就很多人就 吹噓說 鯊魚啊 它的軟骨啊 是沒有血管的地方 正常血管 鯊魚軟骨這個地方去 或是很少很少的血管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鯊魚軟骨這個地方 有 它的這個軟骨呢 有一些特別的物質 讓血管 不敢長進去 那既然是這樣的 概念的話呢 那你如果吃了鯊魚軟骨 那表示說呢 你就會抑制血管的心聲 那抑制血管的心聲 是不是讓癌細胞餓死了 對不對 好吧 你盡量長吧 你騙不了血管長過去了 你就餓死了 所以 人家說鯊魚軟骨 有抗癌的作用 就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樣一個說法 軟骨本身沒有血管 所以呢它一定有什麼東西 會抑制血管的心聲 那事實上啊 這個沒有任何的科學遺跡 沒有任何的科學遺跡 好 那倒是 臨床上啊 現在倒是有一些藥物啊 可以用來抑制血管心聲 抑制血管心聲 一個藥物呢 叫做所謂的Saridomai 那可以抑制血管心聲 為什麼這個Saridomai 是到底什麼藥呢 Saridomai這個藥 不是新的藥 它是很久的藥 古老 1954年啊 在德國就已經被製造出來了 它原來的用途啊 是用來止吐 用來止吐 因為呢 這個孕婦啊 會有所謂Morning sickness 會噁心呕吐 所以這個Saridomai 非常有效 給孕婦吃啦 就不會 就不會有這種想吐的一個感覺 想吐的感覺 可是呢 後來1954年開始給孕婦吃 到1956年啊 就開始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因為發現很多孕婦呢 吃了這個藥Saridomai之後啊 生下來的小孩子呢 就所謂海豹之 鎖短短的 或腳短短的 只有一截 或是短短的 根本就只是小小的一個樣子 小小一個胚胎而已 所以到了1956年啊 上市之後大概一兩年呢 就已經有發現啊 五千到一萬兩千個海豹之的寶寶 生下來是一個奇形胎 那這個還不包括 在媽媽肚子裡面還沒出生 就已經死掉了 流產掉了 這個還不包括 這個是生出來之後 不正常的 生出來之後不正常 那 後來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這個藥廠啊 就緊急啊 把這個藥停止 就不賣了 就停賣了 然後大家就開始去調查 原來啊 在胚胎化育的過程中 我們說 從一個 受精卵到最後 會到媽媽肚子去 媽媽子宮去著床 那裡面的細胞 開始分裂 開始變成一個小娃娃對不對 那旁邊的細胞 就是胎盤 那這個細胞不斷的分裂 開始形成你的手 形成你的腳 當然是 細胞越分裂越多 然後你的手啊 腳的結構越來越完整 包括你身體的器官啊 腦部都是這樣子的 那你細胞開始 不斷的分裂的時候呢 細胞開始變多 血管的養分 開始就不夠用了啊 所以呢 在胚胎發育的過程中 血管新生啊 是非常旺盛的 因為呢 比如說你的手好了 越長越大隻 越長越長 細胞越多啊 當然你的血管啊 就開始要長一些 新的血管 來供應啊 它一個完整結構 細胞所需要的一個 氧氣養分 所以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呢 血管新生的狀況是非常非常旺盛的 可是啊 你吃了這個薩力豆麥之後啊 吃了這個薩力豆麥之後呢 它會抑制 血管新生 所以你小孩子的發育 當然就受到抑制了 生下來的小孩子 可能就是 如果生下來還是活著的話 就是 一定是肢體的問題嘛 你如果是內脹發育不完全 腦部發育不完全 可能在媽媽肚子裡面 就死掉了 根本沒辦法生出來 就流產 就流產了 那生下來的一定就是說 這些比較不重要的地方 其他地方呢 說還OK 這些比較不重要的地方 畸形了 所以它還可以生下來 還可以活著生下來 可是生下來就是海豹脂 就是海豹脂 所以薩力豆麥這個藥 就被禁用 被禁用 後來啊 現在又拿出來用了 因為發現啊 它的血管新 抑制血管新生的作用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 拿出來抗癌藥 拿出來抗癌藥 但是啊 當然就是說 有懷孕危險的婦女 是不能用的 是不能用的 因為有這麼慘痛的經驗 這麼慘痛的經驗 我們剛剛講到癌症的轉移 轉移 那什麼是原味癌呢 什麼是轉移癌呢 比如說這個人呢 他有黑色素細胞癌 皮膚啊 可能受 譬如說 因為光照射太多了 還怎麼樣 有黑色素細胞癌 黑色素細胞癌 黑色素細胞癌 是一個很惡性的癌 那 他如果在這個地方發 癌細胞在這個地方被誘導 產生突變 這個地方癌成為原味癌 原味癌 那當然呢 他有可能這個癌細胞 就經由血管 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跑到其他地方去呢 比如說跑到肺 這個肺臟肝臟啊 那這個地方呢 他又在這裡定居 然後又不斷的生長 所以這個地方叫轉移癌 轉移癌 原味癌跟轉移癌有什麼重要啊 不是都是癌細胞嗎 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這個人大腸癌 大腸癌啊 腸細胞呢 產生突變 大腸癌 大腸癌很容易轉移 因為腸子這邊有很多的腸細胞 有很多的血管 所以啊 大腸癌很容易轉移 那他主要轉移到肝臟 到肺臟 那今天呢 這個大腸癌他轉移到肝臟去了 肝臟這個癌細胞是什麼細胞 肝臟這個癌細胞是 大腸的細胞 跑到大腸的細胞不正常 跑到肝臟去定居之後 在那裡長大的 所以你要治療這個 轉移到肝臟這個地方的癌細胞 你要用什麼藥物 你要用抑制大腸癌的藥物 你不能抑制肝臟癌細胞的藥物 為什麼 因為他並不是肝臟細胞不正常 變成癌細胞啊 是大腸的細胞不正常 跑到肝臟去定居 變成癌細胞 所以 為什麼要先 有人有得到癌症 要先取溫他到底是 原胃癌 還是轉移癌 原因就是這樣子 不同的 種類的癌細胞 所用的藥物會有點差異 有點差異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發現癌細胞了 那你要先確認是 原胃在肝臟這個地方 肝細胞所變成的一個癌細胞癌症呢 還是其他地方轉移來的 這樣你才會有比較正確的治療 比較準確的治療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原胃癌跟轉移癌之間的一個差異 乳癌 乳癌就是在乳房這個地方 癌細胞的一個出現 癌細胞出現很容易經由 血管也容易經由淋巴組織 淋巴組織 我們剛剛都講血管對不對 事實上淋巴組織也是一個 癌細胞轉移一個很好的路徑 一個路徑 詳細的過程我們就不講 淋巴組織會吸收 它是我們身體有一個叫淋巴循環 淋巴循環跟血液循環是不大一樣的 淋巴循環並不是送氧氣養分的 它是用來排除一些廢物的 它也是形成一個很大的 淋巴循環的一個組織 淋巴循環的一個系統 所以它可以經由淋巴組織 或是經由血管 然後跑到身體其他地方去 就是轉移 就是轉移的一個癌 轉移癌 那癌症的治療 一般呢三種 一種就是放射線治療 放射線治療 那你現在呢到了 這個病人生病了 生病之後呢 他到醫院去 那到醫院去 這個醫生就幫他照電腦斷層 那電腦斷層之後呢 電腦斷層就是這樣 小距離的一片一片的掃 開始從上往下慢慢的掃 那把這個每掃一張 每掃一張 把這個照片呢 把它堆疊起來 就像右邊這樣一個動畫 像右邊這個動畫 所以從右邊這個動畫 你可以 我們來猜一猜這個病人哪個地方 長出癌症 長出癌症 這個 往下不斷往下切喔 那每一張照片 把它把它合成一個動畫 到最後你會看到 有眼睛在這裡 這裡是眼睛 出來 到最後一張就是切到眼睛這裡了 所以這是往上往下切 那這個人呢 這裡啊 有一個癌症 壓迫到腦部了 壓迫到腦部了 所以他得到癌症的地方 大約是在哪裡啊 最後一張眼睛出現了 從上面往下切 他是在哪個地方有 腫瘤出現在腦部啊 張伯真 在哪裡 右腦 右腦接近耳朵左右的地方 在右側 所以可以看到 有這種癌細胞的一個出現 那這樣你知道的位置呢 經由這種電腦斷層 你就知道說 他在右邊腦部的哪個位置 我們接下來可能在腦部 他的頭啊 頭蓋骨啊 找出一個定位點 找出一個定位點 然後呢 來測量這個癌 這個腫瘤啊 相對於這個定位點的 XYZ的一個位置 接下來呢 就用放射線來照射 殺死這個癌細胞 但是 放射線啊 照進來要殺死癌細胞 他放射線經過的路程啊 細胞都會受害了 都會受害了 當然 集中能量最高的地方 就是在癌細胞那個地方 可是啊 沿路的過程還是 多多少少會受害 多多少少會受害 那高能的射線啊 照射到這個細胞呢 會使得細胞的這個DNA斷裂 那染色體斷裂 那染色體斷裂啊 這個細胞就下去了 它沒辦法正常的分裂 那這細胞後來就會死掉 後來就會死掉 這是放射線治療啊 的一個過程 那另外就是化療 化療啊 比如說 我們說乳癌好了 乳癌常用的一個化療的藥物呢 比如說 像長春花鹼 Mbrustin 長春花鹼 那或是紫三醇 這是乳癌常用的兩個藥物 乳癌常用的兩個藥物 那長春花鹼啊 它就抑制 紡錘絲的形成 紫三醇啊 是使得 紡錘絲呢 停止作用 紡錘絲是什麼東西啊 想一想 我們剛剛才講過 細胞分裂的 細胞複製完染色體 接下來要分成兩個細胞 這個時候呢 如何把兩個遺傳物質呢 一人拉一邊 這是紡錘絲的工作 那這些癌症的藥物啊 會抑制這個紡錘絲的作用 讓這個細胞 沒辦法能夠正常的分裂 那沒辦法分裂啊 這個細胞後來就會死亡 後來就會死亡 所以這個是化療 那化療啊 會產生很多的副作用 為什麼會產生很多的副作用 比如說像釣法這樣的副作用呢 因為這化療療的藥物啊 它就是殺死這種快速生長的細胞 殺死這種快速生長的細胞 你細胞只要 只有在要分裂的時候才會受害啊 你如果是正常的細胞 不分裂會不會受害 不會受害嘛 它一致紡錘絲 正常的細胞怎麼會有紡錘絲呢 那是要分裂的細胞才會有 所以細胞的分裂活性越旺盛 越容易受害 然後我們的頭髮不斷的在長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們的腸子 腸熔毛細胞 這個地方是吸收養分的啊 那我們吃進去的食物呢 都會經過這個腸道 然後呢 在這個腸道啊 受到這個絨毛細胞 把氧分吸走 把氧分吸走 那 食物啊 會摩擦這個長絨毛細胞 所以這個長絨毛細胞 很容易死掉 那死掉之後呢 我們有一些新的幹細胞 就會製造新的絨毛細胞 來補充 所以 這個長絨毛細胞 很容易因為食物的摩擦 死掉 所以要必須不斷的更新 不斷的更新 那你如果是 癌症的藥物啊 你就讓它這個細胞 受損之後 沒辦法更新 沒辦法更新呢 就導致說 第一個你會不舒服 你這個腸道已經受損了 但是卻沒辦法 有新的細胞來更新 來替代它 產生 維持正常的功能 所以你會不舒服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 你養分的吸收功能 當然就變差了 我們說腸道是 另外一個主要功能 就是要吸收養分的 那你現在吸收養分的 細胞死掉 沒辦法補充 那你就沒辦法吸收養分啊 所以 所以化療病人啊 會胃腸不舒服啊 會消瘦啊 為什麼 因為養分根本沒辦法吸收 你吃了再多 養分啊 還是沒辦法吸收 沒辦法吸收 胃口也不好也吃不下 因為呢 吃了進去之後 刺激到這個腸道 你就會 想吐啦 就會很不舒服 所以 嗯 化療病人啊 就會爆瘦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還是一個原因之一 那 要怎麼去殺死這個癌細胞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一些 殺死癌細胞 除了剛剛所說的 嗯 晃色腺治療 化療之外啊 我們可以設計一些更好的 所謂的標靶藥物 標靶藥物 或是說更好的一個治療的藥物 我們就來講這個 奈米科技啊 奈米顆粒啊 奈米顆粒啊 來 在抗癌藥物的一個 抗癌的 對抗癌症啊 對抗癌細胞的使用 對抗癌細胞的使用 那 奈米顆粒啊 我們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小 那比如說呢 我們可以用金子 金子的球 然後呢 來 來當作奈米顆粒的核心 然後 裡面這顆是金子喔 那外面呢 我們就包覆了一層細 包覆了一層細啊 這種材質 這種材質 細是一種多孔性的材質 那 所以我們形成這樣一個奈米顆粒 50 這個奈米 那中間呢 是金子 外面呢 是細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不需要裡面這個金子 我們其實是要拿來當作 攜帶藥物的一個工具啊 所以呢 我們用一些化學溶劑啊 氫化鈉呢 把裡面的金子融掉 把裡面的金子融掉 把金子融掉之後呢 就變成是一個空殼 空球對不對 外面啊 是以細 所形成的一個空球 那我們說細啊 它是一個多孔性的材質 多孔性的材質 那這個時候呢 它是一個多孔性的材質 那中間的金子被融化掉了 那你把這個奈米球啊 把它浸泡在化療的藥物裡面 它就會呢 吸入很多化療的藥物 吸入很多化療藥物 那所以這個奈米球啊 就吸了很多化療藥物 那接下來呢 就可以把它注射到病人的一個 身體裡面去 血管裡面去 去產生作用 那你會說 這個跟吃了 沒有什麼差別啊 我直接吃藥就好了 讓它吸收到血液裡面去就好 我直接擋到血管裡面去 我幹嘛要用一個奈米球 來攜帶這個藥物呢 我們剛剛說 癌細胞啊 騙血管長過來對不對 那這個血管啊 血管的新生作用呢 這個血管壁啊 血管細胞 它是急就這樣產生的 它的結構比較不完全 所以它的 血管壁之間的細胞 縫隙會比較大 所以癌細胞才容易轉移嘛 對不對 癌細胞才容易轉移 這個地方剛好可以利用喔 你如果設計一個奈米球 那這個奈米球的大小呢 剛好大到在正常的血管不會出去 在癌細胞周圍的這些 縫縫比較大的血管 可以出去 那副作用是不是減少很多了 這些帶一般的奈米 一般的那個癌細胞的藥物 注射到血管去之後呢 它就均勻分佈到 這個人身上所有的地方 因為這個抗癌的藥物啊 會脂溶性很高 它就會分佈到這個病人身上 所有的地方 所以很多細胞都會受到 抗癌藥物的一個作用 產生很大很大的副作用 我現在如果用奈米顆粒 攜帶這個藥物 然後這個奈米顆粒做到呢 正常的血管出不去 剛好這個癌細胞附近的血管 縫隙比較大 才是剛好這個地方可以出去 那你就會使得癌細胞呢 局限於分佈在腫瘤的位置 不會在身體其他地方出現 對不對 那這樣減少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減少很多很多的副作用 那 可是這樣還不夠 還不夠因為呢 你到了這個癌細胞周圍 這個奈米球出去了 那釋放這些化療的藥物 還是會殺到一些正常的細胞啊 還是會殺到一些正常的細胞 所以呢 可以再另外用更精準的一個標靶的方式 正常的細胞啊 跟癌細胞呢 在細胞膜 在細胞表面啊 有一些差別的地方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呢 在癌細胞啊 它的細胞表面呢 會表現一些特定的蛋白質 是正常的細胞所沒有的 是所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先研究 有什麼樣的蛋白質呢 是正常的細胞沒有 癌細胞有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知道這個蛋白質的一個抗體 抗體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再去經由一些生物科技的一個技術 我們去製造另外一個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啊 專門認識這個抗體 專門認識這個抗體 它不會認識其他的 所以它不會去認識其他的蛋白質 它只專門認識這個 這個 我們剛剛說這個是癌細胞有 正常的細胞沒有的 所以呢 我們把奈米球啊 再接上這個抗體 接上這個抗體 那接上這個抗體呢 現在就更精準了 更精準了 這個奈米球攜帶化療的藥物 來到癌細胞的周圍 那它呢 藉由這個抗體的存在 就專門接在這個癌細胞的 這個特殊的蛋白質這種標記上面 正常的細胞不會沒有這個標記 癌細胞有這個標記 所以呢 它又可以更精準的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又可以把它分成兩種 一個叫被動式 一個叫主動式 被動式就是說 奈米克利帶了藥物來 如果說它沒有攜帶這個抗體 沒有攜帶這個特殊的辨識的抗體呢 那它就由這個縫縫的大小 決定它能不能出來 它出來之後呢 出來之後這些 帶有化療藥物的奈米顆粒呢 奈米球呢 就在癌細胞周圍 藥物釋放出來 就殺死這個癌細胞 正常的細胞 哇 也受害了 這個叫被動式 它沒有什麼選擇 有啦 它唯一的選擇就是這個縫隙的大小 那另外一個呢 是它表面啊 攜帶了這個抗體 攜帶了這個抗體 那奈米顆粒出來之後呢 第一個篩選就是血管的縫隙 有沒有血管的縫隙 那血管的縫隙它出來之後呢 第二個就由抗體的導引 它只會作用在癌細胞上面 不會作用在正常的細胞上面 所以它的精準度啊更高了 副作用更小了 副作用更小了 那我們接下來啊 再來講奈米顆粒 奈米顆粒其實 其實運用在癌細胞這個地方啊 很 有很多的研究 有很多的研究 那還有一個研究 我們剛剛說的是 它可以做成適當的大小 然後從血管縫縫縫可以出去 那有時候呢 這個癌細胞的治療 有所謂的肌尾酒療法 肌尾酒療法就是說呢 一般化療的藥物不會是單一個 它可能是混合好幾種化療的藥物 那偏偏啊 這混合 比如說要混合兩種化療的藥物 那這兩種化療的藥物呢 我們經由研究我們已經知道說 A跟B呢 它必須以3比7的比例 才能夠具有最好的一個殺傷力 對癌細胞最好的殺傷力 可是呢 你把它注射到你的血液裡面去啊 它真正在你身體裡面分佈的比例啊 很不容易控制到3比7的比例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奈米顆粒 你就可以先把它進在3比7的 A跟B這兩個化療藥物去 讓每個奈米顆粒啊 帶的比例就是最黃金的那個比例 3比7 那奈米顆粒出去之後 它在癌細胞上面 就釋放出一個比例的 一個藥物來殺死癌細胞 所以奈米顆粒啊 也可以用來攜帶 特定的一個 你所想要的比例 的一個 化療的藥物 那這次又是另外一種 剛剛奈米顆粒啊 拿來攜帶藥物 攜帶藥物還是有問題啊 還是有副作用啊 為什麼呢 它在血液循環的過程中 它雖然會是在 癌細胞周圍 縫隙比較大的血管 跑出去 可是 它在血液裡面運送 它還是會露出來啊 還是會露到 周圍的血液裡面去啊 所以化療的藥物 還是會跑到血管裡面去 還是會影響到其他細胞 雖然說 大部分的是 藥物會隨著奈米顆粒 到癌細胞存在的地方 血管縫隙比較大的地方 可是在血液循環的過程中 還是有一些 因為擴散的關係 這藥物還是會到血液裡面去 還是有副作用 好吧 那我們再想想看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 就有這種方式的一個 奈米顆粒的一個作用 那這個奈米顆粒啊 它完全不帶藥物 完全不帶任何的一個化療的藥物 但是呢 它也可以殺死癌細胞 也可以很精準的殺死癌細胞 不帶化療的藥物 怎麼殺死癌細胞啊 它就利用啊 這個奈米顆粒呢 發熱的特性 發熱的特性 那 我們現在看喔 有一家公司 很早就開始進行這個研發 在美國 叫NeroSpectra這家公司 那NeroSpectra這家公司 它有一些產品 叫所謂AuraShare 或是叫所謂NeroShare 這樣的一個產品 這樣的產品 它就用奈米顆粒 那這個奈米顆粒呢 他們讓這個奈米顆粒 進到人體之後 接下來讓這個奈米顆粒發熱 讓奈米顆粒發熱 來燒死這個癌細胞 它的概念呢 就是類似像 你把一顆蛋啊 把它放在車子的 已經蓋好了 然後在中午12點的時候 你把蛋放到 已經蓋上面去 你過了沒多久 你可以發現這個蛋啊 就被煮熟了 很燙對不對 那太陽光呢 所攜帶的能量 會被啊 這個鐵所吸收 那你把東西放在這個 已經蓋上面啦 這個鐵啊 因為吸收太陽光的光能 然後變成熱能 然後使得這個蛋啊 就被加熱 就被煮熟了 就被煮熟了 所以 同樣的概念啊 就應用在奈米顆粒這個地方 奈米顆粒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做的方式呢 不太一樣喔 接下來就用C 當作圓芯 當作球體 然後外面呢 包了一層金子 包了一層金子 所以說 哇為什麼 最近這幾年 金子 金價這麼貴啊 是不是都被這科學家 拿去做奈米顆粒了 所以金價這麼貴 那你用C啊 當作一個核心 當作一個球體 那這個球體當然是 你可以控制的 你要做多大或多小 都是你可以控制的 比如說呢 你把這個C的這個球啊 做成大概八十個奈米 八十個奈米 那接下來外面呢 在coating 再塗一層金子 塗一層金子 那這個金子的厚度呢 當然也是你可以控制啊 比如說你可以塗 大概十到二十個奈米 十到二十個奈米 那所以就變成是 一個C核心的球 外面包了一層金子 包了一層金子 那 包的不同的厚度 有什麼差異呢 我們現在說 包不同的厚度 有什麼差異 這個是包比較厚的金子 這個是包比較薄的金子 同樣裡面的 C的球大小是一樣的 這個包的比較薄的金子 這個包比較厚的金子 那 那你包的金子厚度不一樣啊 就會影響到它 吸收的一個光的波長不一樣 吸收光的波長不一樣 比如說 你包了大概二十個奈米 這個金子包的厚度是二十奈米 那這樣的一個奈米球呢 它可以吸收大概是 七百到八百左右的這個光的波長 光的波長 那 六百到六百五啦 對不起 六百到六百五光的波長 欸不是 是七百到七百五左右沒有錯 七百五的一個波長 那正常呢 四百到七百啊 是可見光 眼睛看得到了 七百到以上啊 就是所謂的紅外光 紅外光齁 那 紅外光啊 目前為止呢 並沒有一個證據證實 它對人體有害 沒有證據證實它對人體有害 指外光有害 但是可見光我們看得到 紅外光呢 目前啊 並沒有證據證實說 它造成到我們人體會有害 會有害 所以呢 你如果是 外面啊 這個奈米球包的金子呢 是二十個奈米 它就容易吸收 大概七百五十個奈米 這種紅外光的一個波長 然後造成啊 這個金原子的一個震盪 震盪然後就產熱 就產熱 那你如果說 你包的這個金子呢 是比較薄的 是比較薄 大概只有五個奈米 五個奈米 它能夠吸收的一個 光的波長呢 大概是要到一千個 一千個奈米的 一千Nm 一千Nm的一個光的波長 才會使得它的金子啊 金原子呢 產生這個震盪 產生這個熱 產生這個熱 所以 不同的金子的厚度 會決定於 它吸收哪一段的波長 來產熱 來產熱 所以呢 這個地方就變成兩個考量因素哦 第二個 你要用哪一段的波長 來照射這個奈米顆粒 讓它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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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把這個蛋放在鐵皮 鐵 鐵 鐵 引擎蓋上面 引擎蓋呢 吸收太陽的熱能 它變熱了 同樣的奈米球 吸收這樣的一個波長 奈米球就變熱了 就變熱了哦 那 第一個 看你要給它什麼波長 哦 當然 這個地方是比較接近可見光的 這個地方是比較接近 這個紅外線的 今天紅外線的哦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的核啊 細的核 裡面這個核心呢 應該說是整體 包括裡面的核呢 你的大小 直徑的大小 那這個直徑的大小 就是我們剛剛 它的考量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你要讓它能夠在正常的血管出不去 在癌細胞附近的血管出得去 出得去 所以兩個考量 第一個 要讓它能夠出得去 第二個 你接下來要用什麼樣的波長 讓這個奈米球發熱 奈米球發熱 那好 你現在設計呢 這個奈米球可以從 癌細胞周圍的血管出去囉 然後就聚集在 這個癌細胞周圍 聚集在癌細胞周圍 那接下來呢 你就開始照射啊 這個紅外線 照射紅外線 那紅外線呢 就會使得這個奈米顆粒 吸收紅外線 然後呢 就產生啊 這個熱能 產生熱能 讓這個癌細胞啊 通通被燒死 那當然這個地方 你會說 那沒有什麼選擇性啊 如果奈米球出去 正常的細胞也會被燒死啊 那當然你可以再接 我們剛剛所說的抗體 那更有選擇性 抓 那個抓住癌細胞 那在癌細胞旁邊呢 抓住癌細胞 然後發熱 把癌細胞殺死 把癌細胞殺死 所以這就是 所以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以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這個事情 那 這個是啊 一個實驗的一個結果 一個實驗結果 也就是說呢 他們啊 抓了一些老鼠 抓了老鼠 抓了三群的老鼠 老鼠數量是一樣多的 然後呢 在第0天的時候啊 把這個癌細胞啊 注射到這個老鼠體內去 注射到老鼠體內去 然後呢 觀察這個老鼠啊 多久 這個老鼠啊 這一批老鼠 都死光了 那 我們這個 藍色的線啊 是正常的 就是說沒有做任何處理 在這一天呢 在第0天呢 把癌細胞注射到這個老鼠體內去 這一群老鼠 比如說100隻好了 你把它注射進去 那 接下來呢 你看這老鼠啊 接下來就開始大量的死亡 那 到了第11天左右呢 可能 所有這批老鼠 通通死光了 通通死光了 那 綠色的線啊 就是說我們用剛剛那種方式 那種方式呢 來治療這個老鼠 那 你把這個 奈米金的顆粒呢 注射到老鼠體內去 讓老鼠啊 去暴露在這個 紅外線光的一個照射之下 你可以看到 這個老鼠呢 本來這麼多老鼠 它到底幾隻啊 我不知道呢 一百隻還幾隻 它這一批老鼠呢 經過了 本來正常老鼠 不處理到第11天 可能都死光了 可是呢 它其實都沒有什麼事情 它的死亡率其實不是很高 都維持 到了兩個月啊 這個老鼠呢 都還活著 都還活著 然後到兩個月 這個老鼠都還活著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們接下來 進一步去分析啊 嗯 大概在 癌細胞啊 在老鼠體內呢 10到14天啊 經由這種 紅外線的一個治療 這癌細胞啊 幾乎都被殺死了 幾乎被殺死 所以 它能夠活到兩個月 並不是因為 癌細胞不會傷啊 是因為 癌細胞不會造成什麼危害 因為呢 這癌細胞啊 可能在前面一兩個禮拜 就因為這樣的一個治療方式啊 通通死掉了 通通死掉了 那 所以說呢 這個老鼠啊 它才能夠有那麼好的一個存活率 有那麼好的一個存活率 所以 這是一個新的 新的治療的一個方式 新的一個治療方式 那我們還有點時間 我們把上個禮拜啊 沒有講完的一個部分呢 再幫他提一提 我們上個禮拜啊 講到呢 這個以碳為骨架的 一些的三種啊 這種有機化物 有機化物 一個是糖類 一個是 這個脂肪 那一個是 我們現在所要講的蛋白質 它基本上都是以碳原子 形成骨架 然後再接上許多的 所謂的功能基 然後所形成的一個 有機化物 有機化物 那我們現在講蛋白質 我們剛剛才剛剛講過啊 我們的遺傳物質裡面 我們染色體裡面呢 是有四種基因 四種核糖核酸 ATCG 然後排列出來 然後形成所謂的基因 那這個基因啊 接下來就會被用來做什麼呢 被用來製造成蛋白質 蛋白質 所以我們染色體裡面 攜帶有 目前知道有三萬多種的基因 那是三萬多種基因呢 可以被用來製造 個別不一樣的蛋白質 那 蛋白質啊 是構成啊 生物體啊 是基本啊 但是具有最重要 功能的一個物質啊 比如說蛋白質呢 可以形成啊 所謂的結構功能的一個 功能性的一個蛋白質 比如說膠原蛋白 我們皮膚裡面啊 就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那這膠原蛋白呢 就是 如果說你的膠原蛋白流失 不管是你可能 照射到 紫外線 常常潑入在紫外線照射 你的皮膚的真皮 裡面的膠原蛋白 就不見就被破壞掉了 或是說呢 你常啊去游泳 那這游泳池呢 有氯 它有用氯消毒 你常常去游泳 游泳完沒有馬上洗 氯也會破壞你的膠原蛋白 破壞你皮膚真皮裡面的膠原蛋白 那這些膠原蛋白 它就是一種結構性的功能蛋白 如果它不見了 你的皮膚啊 就會產生很多皺紋 就變成 就沒有那麼的緊實了 就沒有那麼緊實 就會 整個皮膚啊 品質就會變差 就會變差 那有的蛋白質啊 它是扮演啊 所謂的運輸的功能 比如說 雪紅素 在血液裡面呢 這個雪紅素 那上面呢 就有一些蛋白 紅雪球裡面 就有一個蛋白質 叫雪紅素 可以負責來運送氧氣 運送氧氣 那有的蛋白質呢 它的功能啊 是負責伸縮 比如說我們的肌肉 我們的肌肉會縮縮 就因為裡面呢 有所謂的肌動蛋白 跟肌靈蛋白 這兩種蛋白質 它就跟我們的肌肉的縮縮 是有關係的 那有的蛋白質啊 是儲存蛋白 那有的蛋白質呢 是扮演荷爾蒙的功能 比如說 胰島素 胰島素 還記得我們提過 一個例子嗎 當你吃了很多的食物 你的血液裡面 有很多血糖的時候 會刺激你的胰臟 分泌一個胰島素 那胰島素啊 它就是一種 蛋白質的一個荷蒙 那這個蛋白質的荷蒙 接下來就會造成你 過多的葡萄糖呢 被儲存起來 多餘的葡萄糖 把它儲存起來 變成乾糖的方式 把它儲存起來 把它儲存起來 那有的蛋白質 是扮演這種 保護的一個蛋白 比如說 免疫球蛋白 當然這跟免疫功能就有關係 免疫功能就有關係 所以 蛋白質啊 事實上是 有很多很多的胺基酸 所構成 很多胺基酸呢 連接起來 然後形成一個蛋白質 就是說 這是一個蛋白質 那蛋白質呢 事實上是有很多個胺基酸 連接起來 所形成一個大型的結構 大型的結構 那胺基酸呢 是什麼東西呢 胺基酸啊 是一個 我們等一下馬上就看到了 有的胺基酸啊 有的會帶有正電 有的帶負電 我們有20種胺基酸 那20種胺基酸呢 它所帶的電荷 有的是帶正電啊 有的是不帶電 有的是帶負電 那這些胺基酸呢 接接接接接起來 到最後呢 形成一個蛋白質 那這個蛋白質呢 表面就帶了很多很多的電荷 我們在講到水的特性的時候呢 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水是很好的溶劑 因為水本身帶有急性啊 氧是略帶於負電的 氢是略帶於正電的 所以呢 你這些蛋白質呢 它本身帶有 證 比如說這個胺基酸是正電的 那負電的 帶有負電的氧呢 就會來包圍它 所以蛋白質可以 穩定的溶解 存在於水溶液裡面 存在我們身體的體液裡面 體液裡面 所以蛋白質是有很多的胺基酸 結合起來所構成 那胺基酸啊 本身呢 它的結構啊 是什麼呢 它本身的結構就是 以碳為核心 所以我們說 以碳為核心啊 這個碳非常重要 它可以構成我們 所有的有機物質 上個禮拜講過 糖類脂肪 蛋白質的主要 主成分 氨基酸 也是以碳為核心 所形成的一個 一個構造 一個構造 以碳為核心 一邊呢 接一個所謂的COO 這種所謂的Carpusho group 一邊呢 接一個NH2 NH3 這樣的一個amino group 所以這是氨基酸的基本結構 基本結構 那我們說呢 以碳的骨架 除了這個 它的一個骨架之外 它還可以 我們會接上一些 所謂的功能基 所謂的功能基 這個Functional group 那這個功能基呢 我們先看下面 下面換燈片 比如說 接下來這兩張呢 就是氨基酸 我們有20種氨基酸 你看這氨基酸呢 基本架構都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看 它一個碳 一邊呢 是所謂的Carpusho group 一邊是Amino group 這邊呢 這裡就接一個氫 這樣的氨基酸 叫肝氨酸 如果這個地方不是接氫呢 這個地方是接一個CH3呢 它就叫丙氨酸 那如果這個地方是接一個 這樣的結構呢 它就是另外一個氨基酸 Valin 這樣的一個氨基酸 那所以說 它這個功能基 這個Functional group 這個功能 這裡大家都一樣 這個功能基呢 就決定了 它這個氨基酸 叫什麼名字 有什麼特性 有什麼特性 所以 你看它有不同的一個Functional group 所以我們有20種氨基酸 有20種氨基酸 有20種不同的一個氨基酸 基本上兩邊都是Amino group 跟Carpusho group 都一樣 大家都一樣 大別只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RG 這個RG 好 那氨基酸跟氨基酸 我們剛剛說蛋白質 它其實是很多的氨基酸 然後連結在一起 所形成一個蛋白質 那氨基酸跟氨基酸 怎麼形成蛋白質呢 那這邊這個氨基酸 跟這邊這個氨基酸 它都是以碳為核心 一邊是Carpusho group 一邊是Amino group 這兩個氨基酸 你看它的一個Carpusho group 跟這個氨基酸的Amino group 脫掉一分子的水 這個反應叫什麼反應呢 叫縮核反應 叫縮核反應 縮核反應 就脫掉一分子的水 之後呢 它就形成 這兩個氨基酸 就間結在一起了 間結在一起了 那間結在一起 所以產生這個氨基酸 叫什麼氨基酸 這個氨基酸 這個氨基酸 叫什麼氨基酸 這個氨基酸 叫生態氨基酸 叫生態氨基酸 就是這一個氨基酸 生態氨基酸 就是兩個氨基酸 它藉由脫水反應 藉由脫水反應 那 縮核反應 脫掉一分子的水 然後結合在一起 形成這種氨基 這種氨基酸 這種氨基酸 叫生態氨基酸 所以氨基酸跟氨基酸 蛋白質氨基酸跟氨基酸 形成什麼氨基酸 的一個結構呢 形成一個 所謂的生態件 生態件所形成的一個 一個 這裡就變成兩個 接在一起了 所以它可以接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 可以接很多很多個 接很多很多 我們看一下這個 好 每一個氨基酸 跟每一個氨基酸之間 就是形成生態件 形成生態件 形成生態件 然後接了很多很多個氨基酸 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那 所以呢你們有時候去 買化妝品啊 他會跟你說 我們含有 什麼什麼什麼科技產品 三生態的 什麼什麼成分 那三生態啊 就表示說 它這個東西裡面呢 含有 三個氨基酸 以氏反應 所結合出來的 一個三個氨基酸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呢 他就強調說 我這三個 這個三生態呢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你就知道說 它裡面有 三個氨基酸所構成的 這種它所謂的 特殊的成分 特殊成分 比如說 這個化妝品呢 它含有 那這個是很常見 你的化妝品 高級的化妝品裡面 有的都會強調 它含有這個東西 它呢 是一個六生態 六生態是什麼東西呢 六生態就指的 我們剛剛說的 氨基酸跟氨基酸 形成的間結叫生態 六生態就表示說 它是有六個氨基酸 連結牽起來的一個 小片段的一個物質 一個物質 那一般來說 這種強調 所謂幾生態 幾生態的化妝品 都非常非常貴 比較貴 不是說非常非常貴 比較貴 然後呢 它就強調說 它這些生態 接下來呢 會刺激你的 膠原蛋白的製造 或是它有什麼樣的一個功能 因為它是模擬 正常的 細胞的代謝 的一些物質 的一些物質 所以說 氨基酸跟氨基酸 就形成一個生態件 結合在一起 這跟另外一個氨基酸 又形成一個生態件 所以氨基酸要構成蛋白質 是因為它們形成很多很多的生態件 OK 今天要做那個調查 所以 我要先離開了 下個禮拜 記得來考試喔